新庸当年为何要见邓小平? 新庸曾在《奇字传》散文《月云》中写道,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, 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,欺压农民,除了死刑。 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,伤心了大半年, 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, 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, 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。 金庸的父亲查树勋,是震旦大学的毕业生, 比较开明,22岁大学毕业后, 查树勋开始经营海宁大来钱庄, 1937年日本侵入江南, 查树勋带领全家逃难, 建国出,震反运动在全国展开, 查树勋因为儿子在香港, 背后尚有海外关系的帽子, 连同不法地主罪名一并审查, 因有人揭发他窝藏枪支,被判死刑, 罪名是抗粮不交,窝藏是非, 图谋杀害干部以及造谣破坏等罪行, 1951年4月26日,查树勋被枪毙。 1981年下,北京邀请金庸到大陆访问, 金庸提出想见邓小平, 报告很快送到了邓小平那里, 他在报告上提示,愿意见见扎梁勋先生, 7月18日上午,邓小平会见了香港名簿的装扮人和社长金庸。 邓小平还谈到金庸父亲查明清当年在镇反中被挫杀一事, 金庸连连点头, 扔入皇权不能复生, 算了吧, 并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筹换代之际的悲剧, 自己已淡然不济钱筹的。 当晚,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, 搞到集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介, 纷纷予以报道, 轰动一时。 邓小平接见金庸之后, 浙江省海宁县委, 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, 指桥办联合组织调查组, 对金庸之复查树勋的案件进行了复查, 发现事件错案远满, 虽有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, 宣告查树勋无罪, 给予平反昭雪。 众判案的刑事判决书, 起到原判认定查树勋在解放后抗粮不交, 窝藏是非, 图谋杀害干部以及造谣破坏等罪行, 军师时, 至于藏匿枪之一劫, 行结设与原判的认定有很大出入, 本庭认为, 原判认定查树勋不法地主罪的事实不能成立, 判处查树勋死刑署错杀, 金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, 判决如下, 撤销海宁县人民法庭1951年4月26日第134号刑事判决, 宣告查树勋无罪, 经过金庸的努力, 其父查树勋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。